说起甜甜俊大家可能并不是十分熟悉,但是最近的他在娱乐圈是十分的活跃,这个人物是有自己的资本的,他刚刚出道的时候,一眼就被王金导演相中,而且还让他拍摄了很多有名气的作品,在这些作品中甜普俊的出镜率也是比较高的,但是奈何运气不好。 虽然说各种各样的资源都有,但是就是火不起来,前两年特别火的一部电视剧是甄嬛传,大家可能想不到甜普俊在甄嬛传中也有一定的角色,但是即便是火遍南北的甄嬛传带红了那么多的女星,也没有将甜普俊带火。 甜普俊是模特演员出身,虽然说起点是比较高的,但是在影谊这条道路上,一直都没有特别大的成就,所以他遍及早的转型,早早的就放弃了自己的演艺生涯,去了一所大学进修,也是在那里遇到了他现在的男朋友王石, 说起王石比甜普俊大了三十岁,而且在与甜普俊认识之前,王石是有家事的,他有老婆,有女儿。 但是,自从遇见了甜普俊谈了恋爱以后,王石果断的与自己的妻子离婚,而且还放弃了自己女儿的抚养权,可见他被甜普俊迷得神魂颠倒,从甜普俊小时候的照片就能看得出来,他真的是个美人披子,为了保持自己的身材和容貌,甜普俊也是最新瑜伽和健身,而王石特别喜欢拍照。 很多甜普俊电视时的照片都是王石拍摄的,甜普俊在一起以后,王石的整个生活都发生了变化,王石是钱万科董事长,是超级有钱的,也有很大的名气,但是他为了甜普俊将自己的身份放下,愿意为甜普俊亲自下厨,虽然说现在两个人并没有结婚,但是相处的还是比较融洽的,而且两个人形成了一种相处模式。 那就是甜普俊主外,王石主内,也就是这个原因,甜普俊能够有很多的机会与上流社会人士打交道,现如今已成功的从十八线的小明星转变成为商业的女强人。 只不过相差三十岁的恋情的确是容易出事,就在最近,甜普俊刷出了一组照片,但是却暗训老公王石的拍照技术差,这才多少天就开始嫌弃老公,以后的日子该咋过呢? 其实,甜普俊的名声并不是特别好,毕竟是插足了别人的婚姻,才得来今天这一切的成就。 而且,有很多网友表示,王石今年已经将近七十岁,与甜普俊在一起是典型的黄昏恋,两个人能不能走到生命的最后还尚未可知。 总计有很多人对两个人的感情是不看好的,但到底个好不好也只有人家自己知道。